欢迎收看第647期武器大讲堂 在中国轻武器的发展历程中 产生出了很多优秀的型号 根据不同时期的战争需求 一直都在调整进步 随着现代化城市作战开始走向主流 短时间间距离接触作战越来越频繁 这就需要对军用作战武器提出更高的需求 而现弹枪刚好是间距离接触作战的一大利器 在国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都已经推出并配备了各自的自动显弹枪 作为军事强国之一的中国 也紧跟时代的需求 在本世纪推出了一款半自动显弹枪 它就是本七五级大堂的主角 QBS09是18.4毫米口气军用显弹枪 QBS09是18.4毫米军用显弹枪中的QBS 来自于中文拼音轻武器 步枪散弹的首字母缩写 由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研制和生产 虽然在大家的日常认知中 中国的轻武器很少会涉及到线弹枪的研发 这确实是有一定的根据 国产轻武器基本没有线弹枪 在军队中大量裂装 近期的也就是97-1式防爆枪 在警用领域使用 或许是意识到这个空白 于是在1989年军用线弹枪的 预研制工作基础之上 于2005年正式成立项目小组 研制新一代的军用线弹枪的工作 早期的预研制工作 认证了弹侠式线弹枪 下挂式线弹枪 无拖线弹枪和伸缩拖线弹枪等等 多个方案 并且解决了弹药研制核心技术等等 多项问题 最终才能在2005年11月 将最终确定的伸缩拖管转弹枪方案 提交通过评审 进入工程研制阶段 在随后的2008年3月 通过了样机考验 进入设计定型阶段 随后完成国家靶场设计定型试验 和部队试验 并最终在2009年正式定型量产 命名为QBS094 18.4毫米口径军用线弹枪 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制式装备名录服役 QBS094 18.4毫米口径军用线弹枪 整体的设计 具有非常多的人性化和可靠性设计 大量的渐渐的找漆 各类部枪的设计经验 整个结构采用金属和工程塑料材质 金属材料 采用黑色零化和硬质阳击氧化等 表面处理工艺 表面呈哑光色 由机侠组件 将机组件 发射机组件 枪管组件 枪托组件 机械描具等等 六大部分组成 枪管采用长度为 382毫米长度的滑膛枪管 在枪口部位设置有螺纹 可为后续加装枪口装置 预留安装位置 在枪管内部 使用镀镍磷合金处理工艺处理内膛 保证耐磨强度的同时 也能够起到 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 在枪口的下方 设置有挂扣 用于固定底部的管式弹枪 枪管中部为导气孤 和准心的位置 作为一款 气动式制动方式的 现代化枪线 TPS-09世 必然得设计导气机构 利用活塞 来完成推动枪击机框 以及枪击后座 但是活塞的设计 结构复杂 导气量调整等等 都是需要考虑的 TPS-09世 使用了比较创新的 圆环形活塞 搭配操作连杆的方式 进行配合 从而简化了内部的机械结构 圆形活塞 直接套在管式弹枪的外部 活塞预留有两个小气孔 分别是用于 在阳城等二六环境下 使用的大气孔 和在正常条件下 使用的小气孔 通过外部下护目 前端面左侧的数字2和1 两个档位进行调整 你会发现在档位调整的时候 还有一个零档位 这个档位是 导气孔关闭的档位 在初期设计阶段 设计师认为 这款限量枪 如果在特种环境下面 例如阳城 淋雨 铅河等等 特种环境下面使用 必然会出现泥沙侵入 造成自动机附近不到位的故障 此时 可靠性将会大大的降低 在进行大量的结构测试之后 设计师决定 将限量枪的导气调节装置 在保持原来的 大小导气孔两个位置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一档 封闭气势的位置 在球渡前 封闭气势 使得泥沙很难进入导气势 避免导气室 在需要射击前 将调节装置调节到 合适的导气口位置 直接进行射击即可 当然 也可以在这个档位 发射能量较低的特种弹药 不过这种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导气活塞货物 跟传统的梦冻式线的枪一样 连接着两个细长的活塞杆 通过这两根操作连杆与机框相连 这种方案 我们早期介绍过的 雷鸣盾1100型 波兰宁A5线的枪上面 也有所介绍过 枪机使用的是 转栓式枪栓避锁方式 通过枪机机框上的 机针销进行定位 这种结构 如果遇到机锤不小心解脱 向前回转 打击机针的情况下 因为机针头部 未从枪机前端伸出 所以就无法打击到敌火 只要形成保险 只有当将机机框 完全附近到位时 机针头部才能够 从将机的前端伸出 延迟避免了 特殊情况下的走火危险 在枪机上 设置有两个大型壁索托尔 这样设置一方面是 因为现代枪的口径 装药量都比较大 更大的尺寸 能带来更好的枪机强度 同时也比较方便加工生产 在轻质 高强度铝合金机匣的 右侧位置 是垃圾柄和泡河窗的位置 垃圾柄采用的是 敞杆式外形内小外大 在头部 设计有一个圆形的凹槽 垃圾柄可以拧出 当做拆卸武器的工具使用 这样讨巧的设计 可以减少随枪附件 便于特殊情况下 随时维护枪线 在机匣前部 是弹仓和上下护手的结构 上下护手使用的是 工程塑料制成 这器有类似于 95式突击步枪的防滑纹 微倒气枯的左右两侧 上护手上面 安装有与95式枪竹通用的 燕尾潮式导轨 因此 这款线弹枪 可以通用95式步枪的 战术强光灯 镭射瞄准器等等配件 倒气枯上部分 是一个将装有准心护圈的 片状准心 护圈两侧 各设有一个盲孔 里面可以安装穿光管 又为夜间瞄准 为了夜间瞄准 罩门的设置也做了调整 其罩门缺口设计的较宽 因此 在夜间通过罩门缺口 恰好能够看到 准心护圈上的两个穿光点 这样就表示已经正确瞄准了 加加上 本身也是线弹枪 所以罩门没有必要做的 特别的细小 其罩门设在机框 也可以通过机匣顶部的 燕尾潮式导轨 加上各种白光瞄准镜 微光瞄准镜 和全新颜色式瞄准镜等等 进行快速的瞄准 其弹仓尾 包括钢制的弹壳 铝拖杯 和低密度以吸注数成型一体的弹拖 塑料封口片 底火 发射药和弹丸等组成 其中塑料方面使用 阳极电有涂层绿色 发射的时候 枪口输速度尾420米每秒 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00米 在100米处 可以穿透25毫米厚度的树木板 其三是单发射机的模式 在扣压扳机 激发仪器之后 需要松开扳机 让主体释放机锤 并锁住才能进行下一发的射击 保险机构 尾板卷护圈的右侧后方 处于水平位置时为保险状态 处于数值红点位置时为射击状态 当发射完弹仓内最后一发线弹时 枪机后座定位板会弹出 和卡住拖弹板 指其不能上弹 此时供弹杆上的突出部 与枪机机框下方的缺口扣合 而将枪机阻于后方 以实现空舱挂机的功能 释放的时候 只需要通过按压 机侠右侧前方的主弹尺按钮 即可解脱空舱挂机 这一点是传统管式线弹枪所不具备的 而发射巨大口径的线弹 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后座力 设立师通过在机侠枪机尾部 设计的缓冲机构 枪托连接机构 以及枪声缓冲机构等等 进行能量的消耗 机侠尾部的牵托 缓冲弹簧 会在每次开火的时候回缩 此时枪声相对于枪托 可后座一段距离 这样的处理 能有效的降低体感的后座力 这三个后座缓冲机构 能非常好地解决 而是高速线弹后座力太大的问题 监托的设计 参考了德国HKMP5冲锋枪的方案 选择了三档 可调可伸缩式枪托 并在机侠尾部上方 设有一个定位卡榫 进行位置的固定 这种方案可以满足 各种不同使用场景 和不同身高使用者的需求 携带隐蔽也比较方便 QPS-09线弹枪托 完全展开时 全枪长度为896毫米 枪托收缩时为709毫米 空枪质量为3.45千克 相对于国际上大多数军用战斗线弹枪 大尺寸的方案来说 QPS-09线弹枪的尺寸是很轻巧的 但是威力就是极其凶悍的 可以说是一款机动性能非常出色的 现代化打杀器 目前QPS-09418.4毫米口径军用线弹枪 已经正式列装中国人民解放军 并且还可以发射10型橡胶弹 作为仅用执法武器使用 可以说是一款可军可警 可特种作战和日常执法的一款 多维度线弹枪 甚至在各大游戏中 例如反恐精英 光荣使命和战地失踪也被采用 可谓是保家卫国的强有力兵器 本期五级浪堂到此结束 更多这样的视频 欢迎关注五级浪堂长网节内容 我们下期见